上个视频我们获得了区域的机翼和外甲蓝图 这个视频我们继续来完成系列任务区域 接下来我们要去提取区域的系统蓝图 这依然是一个挖掘任务 需要注意的是 当挖掘完成时 你必须待在挖掘机的附近 否则是不会获得系统蓝图的 不过只要你重新开启一个挖掘机 并在它完成挖掘的时候在它附近 就又可以获得系统蓝图了 回到飞船 在铸造厂将制造好的外甲和机翼提取出来 要制造运停载的系统 Area还缺少一个非静态合金 这种材料放在火星上就可以获得 我们去火星的Halos节点 顺便开图将这个节点解开 看到这种蓝色的光球可以扫描一下 以前的机会点任务 需要找到并扫描一个这样的光球才可以解开 打碎这种资源箱 就可以获得非晶态合金 回到飞船的制造厂将铸平的系统蓝图制作上 等待一分钟直到它制作完成 将系统从铸造厂提取出来 现在我们就可以制作区域运停了 还需等待一分钟直到运停制作完成 将运停从铸造厂提取出来 现在我们就可以去完成系列任务区域的最后一家大任务 搜寻Copas的情报 进入任务后前往黄色任务点 到达任务点后 路由于Granir和Copas的交代 我们所在的飞船即将被摧毁 为了营救我们 Baudice将卫星测试的区域给我们装备上 让我们用它来逃生 接下来就是区域的教学 按下奔跑键 可以让区域高速飞行 按下下蹲键 可以让区域闪顺 向前冲死寒塌一段距离 路上的骑波龙飞船 会制造一个明亮场域将我们困在其中 只有将它们吹毁掉 我们才可以再次前进 不要注意 闪顺是用冷却时间的 只有当整星上的出门条消失以后 我们才可以再次使用闪顺 到达蜡色处理点以后 任务完成 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些 必须装备区域才能进行的任务了 而且我们还会获得空战枪 凯旋将军 和空战近战武器 真理区间 至此 系列任务区域 就全部完成了